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网收市回报 讲过今日反复向上 恒生指数曾经从上21,000点水平 恒指高开了158点后 早段曾经升超过300点 最高见过21,044点 但之后受到内地出口数据差过市场预期的影响 一度曾经倒跌过49点 不过午后就跟随内地股市向上 收市升221点 报20904点 今日的成交终于上回500亿楼上 有528亿多 至于开完信托产业 今日首日挂牌 收市价比定价高两线 收市报3.52 至于内地股市方面 今日早段曾经未跌过 但很快可以回升 午后更加升幅扩大 上证曾经收市可以上回2000点水平 收市报2008点 升幅超过2% 至于深淨成分指数 收市更加升超过3% 以下来和大家跟进一下 焦点版块 今日的收市表现 中资金融股今天表现是向好的 多谢股份 见到都可以收市升超过2% 至于健康方面 收市升超过1% 另外里昂方面发表报告指 即使内地经济放缓 澳门倒业股仍然是具防守性 倒业股见到今日普遍向上 金沙中国方面 收市升超过4% 至于银河娱乐及澳博方面 收市升超过2% 另外煤炭股见到 今日低位有买盘吸纳 中国神华方面收市升超过4% 染煤升超过5% 至于中煤能源方面升超过2% 接着跟大家跟进一下 焦点股份今日的收市表现 美林唱谈康师傅 认为公司受到行业增长放缓的影响 而当中饮品业务的表现更疲弱 康师傅今天 最多的时候曾经跌接近4% 收市跌幅收窄了少少 收市跌2.8% 是报19.44% 康师傅是今日跌幅最大的蓝筹 至于外围方面 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贝南奇 今晚会发表讲话 另外港股方面 明天亦有两只新股 港大零售和智美集团 方面会挂牌 大家可以留意 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